来看到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 举行主任委员交接典礼 第31届主任委员邱俊亮卸任 交棒给前财务长马歉军 成为第32届主任委员 而在典礼过后 也随即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 讨论今年大会的细节 乔胞有月出席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 在乔教中心举办的主任委员交接典礼 驻究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 乔教中心主任吴玉华也都受邀参加 在马忠林处长的尖交之下 第31届主任委员邱俊亮 将应信交给新任主任委员 也是前财务长马歉军正式走马上任 过去这一年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 华英会在去年7月份 马出场刚刚一门的时候 出场就马不停迷啊参加我们的生活啊 发布酒和看護监狱 对我们非常地支持 那中心的主任也是随时赞给我们指导 好吗 在这里一并谢谢大家 运动竞赛来提升我们所有僑民的身心健康 然后也能够借此来加强所有各个的僑团的交流合作 以此来凝聚侨新并且以这个大型的活动来当心我们所有的侨民 对于这个中华民众的向心 交之典礼过后 随即在新任主委马歉军主持下 召开了第32届华运会第一次的筹备会议 讨论各项细节 今年将成立行政部门总务部门 公关筹款部门大会表演部门 运动和趋位竞赛部门以及民俗等部门 其中民俗运动是今年新增项目 希望吸引更多僑胞小朋友一起来拱强盛举 我们的华语各项的体育的项目 办的都已经很好 非常好了 走到三十一切是不容易的 就是唯一的话 就是像我们刚才处长说的少一个民俗 这个民俗呢 我们今年在2016年 我们会增加 这个民俗的话 我们会像譬如说是中国节 然后是剪纸啊 念念人啊 写字啊 画画 这些我们会设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处 来 请小朋友啊 然后可以达到这个民俗的交流 已经连续举办多年的 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 尽管面临许多环境变化 仍然屹立不摇持续举办 将侨胞们团结一心 努力不懈的精神发扬光大 凝据侨界的赏心力 谈婚湾电视黄本初 美国顺和西采访报道